我到雅热带的台湾去了一趟 在皮肤科诊所被医生嫌弃羞辱了一番 因为我的肤色实在太健康了 所以我决定以后啊 冬天去花园这样穿 夏天去花园这样穿 希望明年我的肤色可以稍微不健康一点 我一直很好奇天气相对炎热的台湾 玫瑰生长开花情形 是否与北美不同呢 所以去了一趟彰化甜尾 在美加美玫瑰苗圃逛了一圈 挑了一盆荷本纯紫的羽毛 回家送给妈妈 回到北加州湾区 已是一片深秋景象 在我缺席的这一个多月 我的孩子情意相挺 帮我修剪残花 这是大南海修剪完的模样 已经很令人感动了 但是如果是我 对付这种橙醋开花的枫花玫瑰 我会往下找芽点 你看这里已经有一个芽包叙事待发 在芽包上方一公分的地方剪去已开过花的枝条 对于其他单朵的玫瑰花后修剪 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以这枝为例 花下第一片叶子 有一个芽点 第二片有一个芽点 第三片也有一个芽点 但是第一和第二个芽点的枝条 太瘦弱 所以我会选择第三个芽点 在它的上方剪掉 剪下来的枝条因为已经发芽 我们就拿来扦插发根 像这样多头开花的枝条 要是没有及时修剪掉残花 就会从这里冒出芽来 枝条过于细弱 到时候会撑不住花的重量 所以要及时修剪残花 让下一波花苞长在对的地方 非常重要 修剪下来的部分既然已经发芽 表示生命力旺盛 我们就剪起来拿去扦插 花后如果没有及时修剪 大部分的玫瑰都会结成果实 这个是孩子忽略掉的一朵可可洛可 长成这么大一个玫瑰果 会消耗掉很多原本该拿来开花的养分 我所在的种植区域是9B 最冷的时候通常在1月到2月 所以我的冬季修剪 大概会选在那两个月之间 在春天回暖之前完成 以其达到最大的催芽效应 记得回到我的频道 跟着我一起整理你的玫瑰哦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玫瑰有哪些种类 以及如何分辨它们 玫瑰是一种灌木属于蔷薇薯 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是种玫瑰 第二是老花园玫瑰 或叫传家宝玫瑰 第三是现代玫瑰 种玫瑰是野生的灌木 它们通常是有五个花瓣的单瓣玫瑰 一年只开一次 并在秋天结出色彩艳丽的玫瑰果 最广为人知的种玫瑰 应该是黄木香 Lady Banks 前面说过种玫瑰大多为单瓣 黄木香却是副瓣的 而且有黄、白和粉色 这些是一些种玫瑰的基本样貌 老花园玫瑰或传家宝玫瑰 指的是1867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玫瑰 它们大多只开一次花 但是花朵大而香 我的花园里也有几个品种 是属于老花园玫瑰 例如Ferdinand Pichard Fordinand Pichard 维多利亚女王 爱萨克佩雷尔夫人 林肯总统纪念品 还有藤本的泽菲林朵琳 当今市场上的玫瑰 80%以上都属于现代玫瑰 除了蓝色之外 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它们有大而美丽的花朵 但不像老花园玫瑰一样 一定有香气 玫瑰育种家 以老花园玫瑰为清本 培育新品种 并强化其抗病性 及改善香气 现代玫瑰的种类 分为攀圆玫瑰 混合茶香玫瑰 风花玫瑰 大花玫瑰 灌木玫瑰 以及迷你玫瑰 攀圆玫瑰有不同尺寸的植株 大型藤本玫瑰 或叫攀圆玫瑰 可以高达15英尺 如慷慨的园丁 朝圣者 以及最受欢迎的龙沙宝石 中型的藤本 大约10英尺左右 如草莓山 适合做成花柱 小型藤本 也可以勉强当灌木养 但记得要给它足够的空间向外垂坠 直立高度约为8-10英尺 最有名的就是 夏洛特夫人 混合茶香玫瑰的英文是 Hiberty Roses 它的特征是一个枝条上只有一朵花 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切花玫瑰的模样 举两个品种为例 Dark Knight 黑夜 和Blue Girl 蓝女孩 蜂花玫瑰通常植株比较小 花朵成醋开放 一个枝头上有好多花 两枝花就能插满一瓶了 虽然说蜂花玫瑰通常比较矮小 但也不是绝对的 我有一株蜂花玫瑰 北极蓝 已经长到6尺高了 非常勤花 从1月开到12月 随时都有花挂在枝头 另外一个蜂花界的代表就是波赛东 这株美丽的紫色玫瑰 因为它成醋开放的特性 总是能为花园增色不少 大花玫瑰的枝条通常很粗壮 花有单朵的也有好几朵在同一个枝头上的 例如和平是单朵的 精心装扮则是好几朵在同一个枝条末端 灌木玫瑰是一种集合其他玫瑰优点 但又不易将它们轻易分类的玫瑰 它们非常容易养活 不用怎么照顾就能开成一片 很常被拿来当作矮墙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Knockout系列 Simplicity系列 以及Dripped系列 Knockout Rose被翻译成绝代佳人玫瑰 它的颜色有非常多的选择 有红 黄 粉 白 珊瑚色 我个人最喜欢珊瑚色 另外两个灌木系列玫瑰也是一样 花色繁多 不易失败非常适合新手 迷你玫瑰大家在商店都见过 小小的一个花盆 包装得很漂亮 玫瑰尺寸虽然小 却很精致 很受没有庭院的爱花人士欢迎 虽说公寓也可以养玫瑰 但一般来说 玫瑰喜欢全日照 若能尽量给它们直射的阳光 玫瑰往往能回馈你 最精彩的花的饗宴 在一周就是圣诞节了 预祝大家耶诞平安喜乐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内容 下次我们一起来东减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